4月10號, 佐敦華峰大廈 一場三級大火 釀成五死, 四十傷 另一棟本來已經有 六十年扭齡的塵舊大廈 經歷火災之後, 變得頹換敗啞 糾然殘喘, 特別是低層的單位 拍攝當天距離大火 發生剛剛接近三個星期 到底大廈裡現在的情況如何? 華峰大廈本身有四部升降機 大火之後, 低層的兩部升降機 已經完全無法使用 居民出入只能靠樓梯 另外, 高層的兩部升降機 只有一部可以使用 居民只能靠一部升降機 我們沿著樓梯走上去 替間布滿燒焦的電線 喉管已經斷裂和溶解 我們來到火警重載區的一樓 一旦已經看到 周圍被火燒過的痕跡是黑的 而且是聞到被火燒過的氣味 你看到兩部升降機已經完全溶不住了 因為已經燒到溶掉了 這些毛都掉了, 燒到爛了 然後你也會看到 這裡有些人鑑鑑了臨時電 因為估計這裡已經停電了 但有人在做維修工程 所以鑑鑑了一些電 據消防署所說 起火源頭懷疑是一樓的光井 現時光井絕大部分的雜物已經清理 由一樓走上二樓的梯間 牆身被分剋得更加厲害 很大機會是當時的防火門沒有刪妥 而消防署在火災當日調查後發現 大廈火警警報系統、消防山等等的設備 都不是在有效的操作狀態 而我們看到已經更換了新的滅火桶 不過還有許多舊的滅火桶棄置在這裡 我們來到二樓 被火燒的情況更加嚴重 你看到無論是天花還是橫梁 鋼筋已經被火燒到外露債了 受災最嚴重的其中一個單位 是一樓一間有42年歷史 俗稱鐵館的腦牌健身中心 被燒到面目全非 在發生大火後一星期傳出結業消息 年過70的負責人馬先生 大火發生之後心情沉重 一直不太想向外透露狀況 不說這麼多了,不願意 在做事就危險了 經我們再次嘗試 馬先生終於答應在大火後首次受訪 言語間感受到他的沉痛和唏噓 積楊始終要下山,年紀大 對,你想… 在年輕時,我畢生已經貢獻了 一直健身,很多東西 但做到現在,40多年後就老了 如果能夠呼籲到年輕人或其他 我現在頭痛就是氣壞了 氣壞了,都是一個重量 我要搬搬,這些東西要搬搬 看著我呆了,今年74歲 看著已經是… 這是我最大的噴露,要清理 那些鐵 多年來,鐵館內的大型健身器材 都是逐件添置,逐件安裝 劣時間要將全部的大型器械清理 無從入手 火災首先包含的是鐵館大門的位置 多年來,重要的文件紀錄 全部都沒有了 這張桌子是以前的 一眼就看到了 桌子裡,差不多這張是櫃桌 那裡當然有寶,紀錄的東西 紙等等的東西 上面有些有獎盃 上面的登記也燒了 自己在年輕時,培養了很多… 這間館培養了很多健康 消防、警察等等都很多 走進鐵館,看到跟大門城 一直線的範圍都變成焦土 大家看畫面都可以感受到 大火的熱力有多高 其實健身館裡是沒什麼燒到的 它那種熱力,你們看一張椅子 用得很重要 如果是火… 這些膠全部都會消失 這裡的鎖架,一塊鏡子 這塊鏡子有三尺 你看那裡的鎖架 一直都沒事,一直到那裡 那天我在對面,封了 煙在這裡出現,那裡很常 就是那種煙,那種熱流,很常 你看到嗎 在那裡,分到黑色 向這邊,真是一條魚,像火龍一樣 就這樣找到,而且向上飆 就是向上飆 這裡是窗開了 裡面的就沒有燒到,什麼都沒有 沒有,是昏蝦 馬先生還跟我們分享當年健身中心 曾經是劇集的拍攝地點 當時李國倫就是飾演他的圓形 一間鐵館的老闆 剛好 慢點 別只在那裡閃閃了,進冬回來 去… 當年為了拍田銳梨在這裡練拳這場戲 特別容許劇組在橫梁上裝上隔鐵 這條隔鐵,有砂沙包 他答應拍完去,不過他沒有拆,忘記 這條隔鐵到現在仍然留在這裡 但是大火就令鐵館沒得留下來 四十多年來的心血全部都沒有了 馬先生很捨不得幾十年來 這裡健身的所有會員 最久的那些… 20有30年,30多年,35年 有些真的… 剛才八二開,已經是84年上來玩 現在… 玩到現在 然後有些… 他不玩也好,叫兒子來玩 已經由嬰兒子拖著上來 很符合,很符合 很符合,很符合 最驚慌,要戴兒子了 是嗎? 有沒有客人、朋友 打給你,跟你關心一下你 多不多嗎? 有 很有心,每個人都很有心 每個人都很有心 不捨不得了,監獄給別人,好嗎? 嗯… 很符合 不說,一個人通心 很符合,很符合 對… 很多工業都很符合 都很符合 都不符合 叫做自己做這個 你看看,我們很符合 大便,我們先 bible 你怎麼那麼符合 有時候從幾年來 大便看到 我告訴我們 我們小便是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要做最大便的 那些事情 真的氣氛比較不一樣 會否覺得這些鐵館 你少賣還是見不少? 絕對是, 自從燒了之後 我經常上網打鐵館的看 都找不回 華峰大廈大火 令到一至三樓重災區的牆身被昏黑 但亦有鄰近起火位置的單位 完好無缺 還有商戶被無情火波及倉庫 全貨要全部報銷 說得眼濕濕 明晚我們繼續跟進劫後華峰